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是关于HOSA CareerDisplay职业展板制作的一些经验分享 那中国赛区HOSA军园是第一次举办这个CareerDisplay竞赛 那么我这一期视频将会用中文来讲解 希望能给未来参加这个竞赛的中国赛区全手们当作参考 那我今年呢,在杭州也是获得了中国赛区CareerDisplay的金牌 也入围了全球战 那么HOSA CareerDisplay这个赛事呢 主要就是要描述一些跟生命科学相关的职业 像是医生、护士、药厂人员都可以 那这个赛事呢,因为是团队竞赛,所以需要两个人以上 我们先来看看展板要哪些部分 首先官方是要求要有一些跟职业相关的数据,基本大差不差 那首先呢,是要有Jobbers Possibility 要说清楚工作的内容 然后呢,再来要有一块是做好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比如说处方啊,患者教育的能力啊 还有第三个的话 我们还要有一个板块是关于工作本身未来的前景 就是可以引入一些数据 比如说疾病的发生率、政国知识力度等等 还有要有教育背景要求的板块 尤其是中国区,所以我以中国的医生的竞争跟执照为主 那展板的右边呢,首先有工作的环境 然后呢,再来要提到这个工作的好处 比如说是否有荣誉感什么的 还有一些难处 像是治病时会有各种患者有不同的疑难杂症 可能需要跨部门的进行处理 然后呢,以及这叫我的薪资 那薪资部分因为中国很大 所以每个地方跟不同的医疗机构薪资水平差距一大 我们这边呢,就分别列出了上海市、全中国跟世界的薪资范围 那除了secondary research,就可以采访业内人士来确认薪资范围 那中间的展板主要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跟医生采访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疾病的裂体 第三部分则是我们肺部的一个3D模型 那其中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呼吸模拟装置 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节的 比如说呢,在医生的采访 这边,我在上面撑上了照片 可以更直观的实际的感受 这个块呢,在相关的疾病这里 我特别设计了一下 越大的圆圈,则表示患者数数越多 比如说在中国COPD,因为超过一亿患者 所以我就给他最大的圆圈 再来呢,我这个刚刚提到的解脱费3D模型 我是用智能土做的模型 飘出每个部位 再用气球做了一个呼吸火防针的装置 然后呢,由于气管的分质很像素质 我用了一个花枝来笔 做出这个意图 同时也表示一个人 如果背很健康 他的人生就是花痰景醋 所以是金色 那关于这个HOSA的展览 我个人就有一个建议 这个是因为官方要求的展板尺寸 是长120公分,3090公分 所以你可以上淘宝店 或者铁铁店 要求定制一个刚好那个尺寸的彩色KT板 然后呢,全一样的橙色 另外呢,可以要求它帮你裁件 在PoSat官方的尺寸 那裁在后面的话,刚好看不见 第二个建议呢,是在展板上 可以增加一些MT模型的体验 这样呢,会使得展板更加的关切有趣 但是呢,这样做的话 要考虑一个运输的问题 那么这次呢,在杭州站 因为上海的杭州很近 我是开车子练把展板送过去 所以比较不会有损伤的风险 但是如果是要增加全球赛的话 因为要空运,所以容易出现这些战板上的损坏 所以,下次的话 可以注意就是3D模型做成一些可开窃的部分 这样的话,在运输的过程中不易损坏 落地以后,就能再次给组装成型 这三点建议是呢 这个战板既然都花时间做了 那么也可以以无作用 比方呢,我就将一个战板 参加了这个OSA比赛 还在校妹的健康社团里展出 那,另外呢,当然呢,还有派生室 那么呢,一无作用就可以使这个 做这个展板性价比更高 那到这里就是本视频全部的内容了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评论去问 那么也祝大家OSA比赛奇开得胜 那我们的肺炎有多好 我们的肺炎不好 我们的肺炎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